高屏溪上空出现大批的黄头鹿 比起往年这群候鸟可是提早报道了 原因出在于台风的外围环流 高屏溪口上空出现群飞黄头鹿 一次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干扰 这批先前部队比往年提早三个星期报道 台米台风被高屏溪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破坏跟干扰 间接的就也没有办法提供给这些黄头鹿 慢慢的迁徙然后补足它的能量的机会 在出海口的附近就看到大批的黄头鹿 开始来往南移动 黄头鹿别称牛背鹿 特征是黄色的嘴巴黑色的角 最特别的是到繁殖期 毛会从白色变成黄色 8月到10月从西伯利亚迁徙到菲律宾渡东 是唯一不吃鱼只吃小虫的鹿科 听说黄头鹿今年的好像是有提早过境 所以你拿着来看看 拿着来看看 去年在9月11的时候来的数量非常的多 将近快8000只的这个数量 那我们相信9月份开始 它还会有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迁徙的高峰 所以我们也在持续的去关注这个部分 预计在国庆日前都有机会在高屏西口 看到他们大批南迁飞跃台湾的身影 大爱新闻学员林郑瑞萍高雄报道